各位網友大家好 很久沒說這些話題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有些移民了英國的港人 說得很深淡 什麼事呢 什麼事深淡 就說很想回流 儘管看看他們究竟搞什麼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有人就說 哎 抵他死了 是吧 看看吧 有很多人回流的 也都明白的 我之前都說過 說我有些身邊的朋友 在暑假期間回來 我們吃個飯 聊聊聊聊 整個旁人 叫我分享一下 究竟現在香港 或者現在的人 為什麼這麼喜歡北上消費 那些原因 聽完之後 我不知道他開玩笑還是什麼 他說其實 是呀 不如到時候退休回去 在奴地米家屋更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也有這樣的想法 聽到很多人移民出去之後 就不太適應到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適應 有人經常都覺得自己 會適應到 但是你想想 那個不是你的出生地 你活了一個地方幾十年 你移民這個地方 你可能去過次數 十隻手指都沒有 十隻手指都沒有 真的 尤其是英國 問問一下 有幾多人移民過去英國之前 有去過英國 居留過 讀過書 甚至乎在那裡玩過 你可能要留在那裡看球賽 當旅遊 可能一個星期 沒什麼 挺好 挺舒適 是嗎 有的 我知道 但是有些人 他這樣過得就很棒了 過了之後就糟糕了 原來想像中不是這樣的日子 有些可以的 是有些可以的 因為可能是一個性格的問題 那你每個人接受的能力的程度不同 如果自己是個體戶 就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不是個體戶 就比較麻煩 我們看看這位港男 究竟屬於個體戶 還是非個體戶 他在網上 大吐苦水 就說移民生活不似如期 那究竟什麼事呢 他說他自己的心情很低 他說他不知道當初移民決定有沒有錯 他說現在極想回香港 做什麼 每逢佳節背思親 有人說外國月光特別圓 你現在去到8月15日 農曆這些中秋佳節 就回想起以前在香港整班人 柴娃娃 V娃娃 家人吃飯 媽媽還會做一些菜 這些日子 不奇怪的 我不是罵 我不是說什麼恥笑 我沒有這些 我沒有說這些 因為我這樣看 每個人要移民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這些原因 有正確 不要說正確 因為其實沒有說正不正確 這個世界沒有對與錯 我覺得 方向對 有些方向錯 何謂方向對呢 舉例 如果你在那邊找到一些發展的空間 可能 不一定是英國的 你在外國 有一個機會 就像河馬一樣 他說 旁邊是老王 英國王叔 有一個美國朋友 找他去做老闆娘 哈哈哈哈 對不對 其實一撇除了所有事情 他能夠有這樣的機會 去到外國發展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人是要見世面的 不能夠留在一個地方 但是為什麼大家罵他 當然是其他原因 我就不在這個話題說 我一直都覺得是的 人不能夠只留在一個地方 你長期在一個地方 你不出去走走 你的眼界一定會差一點 正所謂 正所謂 讀萬卷書 不如走萬里路 對不對 這句話 不是入萬保路 是真實的 天下之大 你說不是 現在 看YouTube 看網絡的視頻 就已經可以知能知天下的事 那你都始終隔著一個屏幕 對不對 舉例 舉例 你去海洋水族 看一條殺人群 哇 很大 到你真的 真的 在海面 甚至乎在水底 看到那條魚游過的時候 那個震撼 比起你隔著一個屏幕 比你隔著一個魚缸 玻璃 看那種震撼 都是差很遠 是吧 正所謂 身歷其境 親歷其境 是不是 那麼這個 也是 很多人呢 你移民 你沒有的 你上網看而已 別人打的日子 很棒 你看 我們又要淺草了 家庭很大 很多人都可能羨慕這個位 另外就是教育 過到去我們聽過不少 很多家長媽媽 沒有功課 又或者甚至乎收錢的問題 當你不是自己人 都是你想讀好些學校 就給多些錢 感覺很歧視 是吧 這些事情 我相信在一個移民潮爆之前 有沒有有人告訴你 不會 不會 移民之後有沒有有人說 笑 高峰過了 現在去到一個低位 開始慢慢聽到一些回流潮 之前不是聽過 那些國際學校 開始就多了 為什麼呢 就是 因為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不知道 你去到那邊 你才發現到的 那這位 港男 他就說 他不知道他當初 所選擇的決定有沒有錯 但是這一刻 就很想回香港 這樣子 好 我不知道他當初的什麼 什麼原因 就說到很辛苦 很想回流 有些人就這麼說 他說不應該回香港 首先你要想清楚 你當日有沒有錯 如果不是回流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不是當初有沒有錯 我覺得當初你忍什麼解救 你要走 你要移民 你要貪什麼 貪外國的月光特別遠 以後想過去去混英國 那麼發美女 還是怎樣呢 還是發現我原來 他們不會受環混 還是不是 我都不夠人家來 之類啊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做人的事 整天都會問我這樣做是否有錯呢? 你做之前沒有想清楚嗎? 家裡不是這樣教你的 有時候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 做之前想清楚你做什麼 你下一個決定 那個後續會是怎樣呢? 這個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做人也好,做事也好 寫了一句說話 衝動是魔鬼 過分冷靜也不行 因為你沒有衝勁 你不夠快 其實有時候做人的事 好像在香港賺錢也是這樣 做生意也是這樣 這個經常都是說,鬥快 像做新聞一樣 出新聞,突發那些 全部都要夠快 資訊要夠新 你才可以搶頭淡湯 做人,做事也是的 有一股衝勁在這裏 一發炸炸炸臨是好事 嘩,正所謂 撿書行頭,慘過敗家 有些人是這樣的 是不是? 好像移民潮迷 每個人都一窩蜂 捧呀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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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說過了那些樓要貴的 是不是? 好,讓你買到那一間房子 在那邊留下 那又怎樣呢? 很快過了 那 都是覺得一般 是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當初你沒有想清楚 你那個 原意 你要走的意義在哪裏 那你走的時候 你就嫌棄這邊的教育制度 舉例 那你回來又怎樣呢? 哦,可以讀國際學校 那你當初不用走的 你去推你的兒女 去讀國際學校就可以了 其實我也說過一件事 其實我記得 我在之前的移民話題 當中有一個建議 即是我有一個建議 沒有所謂的 你覺得香港讀完大學 不夠後的 你就去外國發展 在外國讀書 叫這些子女 你可以繼續在這裏做事的 你可以繼續在這裏生活的 你看到現在 其實有些事情是恥了不及 何謂恥了不及呢? 當然啦,不要說什麼政治因素 有些人永遠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要緊的 你有不同的看法 你喜歡就去別的地方 是不是? 這個世界天下之大 總有一個地方可以容納你 沒有問題 但是另一件事 就是在疫情過後 你看到現在 有人說百物騰貴 生活水平很高之類 很辛苦 但是原來 大家現在找到一個出路 就是港人北上 香港沒什麼玩 北上玩 一樣更過癮 就是好像我剛才一開始說 我之前有分享過身邊的朋友的例子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 是啊 我們都說了 其實他以前在移民之前 我也可以說 他不是說沒有接觸內地 他有的 他長期在內地工作 還沒有工作 因為他做一些職位 所以要在內地工作 長期 留在內地 然後 我們說 現在很多人都上去玩 有時候聽聽我說 或者看新聞 我說是的 其實 你什麼都不要說 什麼 有些人會什麼 跟我說食物安全 有些人會說什麼質素 什麼什麼 先撇除這些 不要說這些 我說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你上去玩 可以提供給你的娛樂性 各樣的贏 真的比起之前更加豐富 更加多元素 他說 是 他說 其實你以為 如果現在這樣駕駛車上去 港車不上 我們男人 我這陣子也是 他中了毒 我知道 說港車不上 駕駛車上去 你想想 整個廣東省這麼大 有段時間去玩 起碼你面對的是 一些你熟悉的人 經常都說 大家都是同一個血緣 大家都是黃皮膚黑頭髮 你去到外國 你說不是 全部都是非我族類的 另一件事就是 那個環境 原來可以改變得這麼大的時候 這些是很多人始料不及 你去到英國 你有沒有想過 原來現在英國的經濟這麼差 說到他們的 司機人上台之後 打算向有錢人開刀 之類的東西 可能過去 原來那些英國醫療 要排那麼久 他們的住屋 或者可能讀書 或者工作工作環境 不是每個人都那麼理想 我知道是有人有理想的 就是做工作環境 很慶幸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 當然 我也相信有很多人 是不出聲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 好像就著這位事主 他說他應不應該回香港 所以我就說 你應該要想想你當日為甚麼 這件事 如果是你當初覺得是好 舉例 你選擇一個男人 選擇一個女孩 你以為他是愛你 愛你 真是 true love 那 那就一起了 好了 你現在想分手 為甚麼呢 因為你發現他原來欺騙你 是吧 即是原先的原意 那就不用想了 他變了 是不是 很簡單 還是你好像阿可伯 那樣 一生情願 以為阿何馬 真心愛他 或者他覺得他自己 找了一個好老婆 眾人皆取 他讀醒 醒目就醒了 但我們眼見大家都知道 是個洞來的 是不是 黑洞來的 他死都不認 那就沒辦法了 好了 到他清醒的時候 他後悔 應不應該 那去到這個位置 當然是應該走 即是道理就是這裏 那另一件事 有些人就說 很多親戚移民到外國 沒有一個回流 這些例子很不同 我自己覺得 我都說 你有個體 還有一大班人 個體 你喜歡想怎樣就怎樣 你自己一個自由自在 是不是 但是你說不是 喂 一家大小 你想一下移民 是一個大工程來的 來的 收拾東西都收拾到暈 你整間屋子都收拾 寄卡稿 是不是 之類的東西 那你過到去 全部收拾了 然後你住一陣子 發現都不對勁 你怎麼回來 大哥 你整間人扔著 是不是 就是玩 是不是 這些東西 也是一個壓力來的 是不是 當然 有人說到說 回到香港一個星期 已經很想回英國 因為人太多 又沒有禮貌 空氣又不好 又沒有一個可以擁有的私人空間 被敏感回香港又復發 他說他雖然在香港出生 但是仍然有水土不復 那是這樣的 他說 正不正在立場 他不說 只是說出他個人感受 他說 頭一兩年會很想回港 之後你就會習慣了 回不回都無所謂 另外 有些人又說 很多人回流 不用說抱歉 不對的 自己就選過 路又不只有一條 對 所以我就說 這些 你辛酸 你過到去 那種辛酸 你沒有人傾訴 是很嚴重的 英國 是不是 之前我記得 好像有看過一個報道 就說 英國那個自殺率很高 近年 近二十幾年 很高 他政治環境 經濟環境 是不是 這些很大的因素 如果當地英國人來說 更加他們會頭痛 因為多了大量移民湧入 大量移民港人湧入 這些都是一個因素 加上地緣政治環境的問題等等 很多原因 其實你要去想 有些人看不到那麼闊 各位 你也沒有想到那麼闊 也可能覺得無需 要想到那麼闊 但是想不到 有些事情 原來很容易殺到埋身 你想想 如果這個烏和戰爭 真的玩得很大的時候 從歐洲 是吧 能夠可不可以 就是沒有什麼呢 美國 英國 這些地方 一定是嚴重一點 先的了 所以 其實 也都可以看到 近期這些所謂的 排擠 就是移民的問題 真的嚇到一些港人 當然 有些人就說 現在沒事 有什麼事 這樣 平息了 平息了 你不代表他不會消失的 是吧 你怎麼知道 第二次 第三次 會不會針對香港人呢 這個也很難說 是吧 所以 人生的事情 我就覺得 沒有說對與錯 最重要 就是自己對 是吧 做人的事情 不需要後悔 做所有的決定 就不應該後悔 是吧 這就是最好的決定 但是你所有做出的 你的決定 之後你會後悔呢 那是你個人呢 就需要更加要去研究一下 究竟為什麼 每一次決定之後 你自己會後悔 因為沒有人逼你的嘛 這些事情 是的 移民的事情 有什麼對與錯呢 舉例 哦 不應該移民了 主要你 開頭 這些就是你功課做不足 那要檢討 人們經常說 做錯事不要緊 你知錯能改 你吸收經驗 為什麼會有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 你不像河馬這些 正所謂罵他 他都不肯認錯 說他 他都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還要反駁你的反駁 就說他自己適合 人世間最美是他 最好是他 最和平是他之類 這些事情就沒得救了 是不是 那我覺得不要緊 如果年輕的 你就當 buy time 吸收一些經驗 這些經驗 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的嘛 你不是移民失敗嗎 大哥 是不是 有些人移民 也移民不了 那 舉例是這樣的 對不對 一輩子都沒有跳過出去 這個土生土長的地方 都不奇怪 有多奇怪 沒有這樣的機會 就沒有了 或者可能他幾十年前去過 然後現在幾十年後 都沒有出過去了 那你又怎樣 沒有見識過世界 那你會有這樣的機會去試過 這些人生的經驗 其實都是難能可貴的 是不是 那其實 你就回來 是不是 你回來 那種感覺 原來 那個其實有時候呢 人很有趣的 為什麼呢 香港人是很一波蜂的做事 揚群心理 怕死撿輸 很多人都是會這樣 那 一齊過了去 打算就行了 那你過到去 你發現到最後都可能 都不是這樣 不未必是這樣 那你說不是 為孩子 那每個人都是這樣 一定有個原因 那人是為孩子 你不是的時候 那你又怎樣呢 是不是 那你會發現到 原來其實不是 無需要走都行的時候 你就回來 回到來 你可能發現了 原來世界 又不同了 看東西的觀感 又不同了 那個時候 沒問題的 一樣繼續做 不過 是浪費了些時間 人的事情就是這樣 一點點蕩蕩 是不是 所以也可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 真的不一定是 愛國月亮特別圓的 你一定是 要試過自己試過 人家說不到什麼 你真的問一百個人 每一百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給你 那你怎樣去相信誰呢 那就相信一些 你自己想聽的東西 你一定是這樣的 你到你 但是過去 原來最不適合聽的東西 就是事實來的時候 那你就覺得 唉 糟糕了 那怎麼辦 騎虎爛下 洗濕了頭 硬吃 要是要改變自己 讓自己願意接受這件事 還是 沒有了 我還是要縮了 但是又很擔心會被人笑 哎呀 這麼糟糕的 搞不定回來 其實就不會有這些壓力 做人的事 因為每一個決定就是你自己 沒有人可以阻止到你 可以左右到你的決定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